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我在网上刷到一条新闻 原始信源是美国的NBC新闻网 说是有位负责拜登贴身安保工作的美国特勤局特工 最近在加州南部的卡斯汀地区被持枪劫匪给抢了 而且受害者和嫌疑人双方还在交互过程中发生了枪战 特勤局特工最后还是让匪徒把包给抢了 不过交火双方似乎都无人受伤 劫匪在抢劫得手之后玄机逃之夭夭 受害人在确定自己脱险之后才敢报警求助 接到电话的塔斯汀警方马上赶赴案发现场 在了解到受害人的身份之后 立刻对事发地点周遭进行了搜查 最后找到了一些被劫匪丢弃的受害人随身误品 但是截至目前仍未查到嫌疑人的行踪 其身份信息也无法确定 根据美国特勤局发言人安东尼·古列尔米 此后在一份相关声明中披露的说法 被抢的那个特勤局受害人当时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日常任务 正在下班返回途中 因为工作性质特殊的缘故 所以特勤局特工在布置班的时候也常常是枪不离身 那位受害人的身上当时也揣着枪 而且按照特勤局声明中的说法 他甚至还在初被匪徒节道时和对方交火了 不过受害人无法判断劫匪是否有被自己的手枪子弹击中 现在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那个匪徒最终还是抢劫得手了 而且成功跑掉了 古列尔米并未在声明中透露被抢的那名特勤局特工的姓名 只是说我们得知他在事件中使用了特勤局配发的武器 但是无法得知袭袭者是否有被击中 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很庆幸他的人能平安无事 另据塔斯田警方在相关新闻稿中提到的说法 与其说是抢 但受害人的包一开始其实是被偷的 那名特勤局特工是在发现对方来者不战之后 于是才掏枪还击 结果没想到来者也是个持枪客 而且面对他这个特勤局特工丝毫不处 当场就开火怀疑颜色 双方激情对射了一阵之后 劫匪并不恋战 瞅着机会就一溜眼跑了 受害人也没忙着上去追 而是选择了报警交给警方去处理 我估计这也就是那哥们的包里没穿什么重要文件 要是穿了重要文件他还能这么淡定 那我只能说当今的这个美国 甚至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出现 有些同志和朋友可能不清楚 美国特勤局是个什么样的机构 我在这里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美国特勤局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的联邦执法机构 该机构最初诞生于1865年 一开始是美国财政部的一个下属机构 其成立的目的是打击当时美国社会上 普遍存在的伪造美元的违法行为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 特勤局的职责越来越广 功能越来越多 在1901年时任美国总统威廉麦金利月次之后 特勤局便开始为美国总统提供全方位的贴身安保服务 也正是从这时起特勤局特工的形象 俨然就已经是李连杰在中南海保镖里头的那个范儿了 特勤局的保护任务非常严格且全面 包括预先计划和对总统将要访问的每一个地方进行安全检查 特勤局特工不仅要负责保护美国高级官员及其家人 包括总统副总统大选前120天内确定的总统候选人和副总统候选人 而且还要负责保护现任和前任总统的未满16周岁的子女和孙辈 来访的外国国家首脑和政府首脑积极配偶 虽然只是国土安全部下属的一个执法机构 但是特勤局的人员规模却不小 光是有编制的人员就有大约6500名 其中包括特工和后勤 此外特勤局在美国各州和海外都有办事处 因为负责的任务事关重大 所以特勤局特工基本上都是百里挑一的精英 该机构的人员选拔非常严格 除了最基本的战斗技能之外 特勤局还要求其麾下的特工 必须具备多种专业技能和背景 包括会计师、律师、科学家、工程师和外语专家等 以便完成特勤局下派给他们的多种任务 而在训练方面 特勤局特工除了要具备格斗技能和基本的轻武器射击本领之外 有时候还会被要求掌握防空导弹等重武器的使用技巧 因为选拔要求过高 所以能进特勤局的人寥寥无几 申请者和入选者的比例有时候还不到1% 二、要不特勤局考虑一下 雇那个劫匪当总统的保镖好了 不过大家别看我在这里把特勤局说的天花乱坠 就觉得他们真就是另一个未面的中南海保镖了 事实上相比特勤局特工那看似无比光鲜的履历 在过去这10多年来反倒是有关他们的丑闻 在美国舆论场上传播的还更广一些 2012年也就是奥巴马执政期间 在他前往哥伦比亚的卡塔格纳参加美洲高峰论坛之前 负责打前站检查安全的特勤局特工包出重大丑闻在酒店招票 消息一出美国舆论哗然 特勤局的形象也因此遭到了空前的打击 2014年在这一年的3月份 美国特勤局特工接连爆出两桩醉酒丑闻 3月初在奥巴马视察普罗里达期间 两名负责总统安保工作的特勤局特工外出买醉 喝到凌晨时分才顶着明丁大醉去车回府 结果却因为酒驾而在半道上出了车祸 3月下旬在奥巴马飞往荷兰出席全球核安全峰会的前一天 在阿姆斯塔丹负责保护奥巴马的三名特勤局 反突袭小组特工再次外出彻夜饮酒 其中一人酩酊大醉 直接就躺在了酒店的走行上 不省眠事 已有之事后必再有 有了奥巴马时期的这些前车之剑 如今拜登之下的美国特勤局会再加收 撞上这么只幺蛾子 说起来其实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这不都是民主党的总统吗 自由奔放一点也正常 虽然离谱 但可以理解 当然我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我是一个中国的吃瓜群众 这事和我扒杆子打不到一块去 我就是个看热闹 理不理解都不妨碍我看戏 但是美国人就不一样了 同样是这桩新闻 在推特相关推文的评论区底下 随便一个话题下面都是86万的浏览 上千条回复 各种吐槽之声 此起彼伏 托姆星子多的都快赶上美国的五大胡了 他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还怎么保护美国总统呢 这就是洛杉矶 我们洛杉矶人就是这样的 不爽不要来 这就是拜登治下的美国 匪徒连特勤局特工的道都敢劫 这种事情简直太离谱了 一般人的脑洞连编都编不出来 他被抢的那个包里头 有什么贵重物品吗 你们难道就不关心吗 幸亏他当时还带了枪 还能用枪自卫还击 这就是美国守法良民的持枪权 应该受到保护的原因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人人有枪他才不乱 这就是号称保护自由世界领袖的人 他们也就这水平了 这事儿听起来真的很离谱 离谱到不像是真的 被抢的那个特勤局特工 更像是在通过这种方式 故意传递情报 又或者是传递贿赂啥的 他根本没有被抢 那不过是他给自己打的掩护吧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加州的犯罪指数 目前正处于历史最低水平 这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的 怎么可能会有人胆敢抢劫总统的 贴身保镖呢 欢迎来到加州啊 啊加州啊 哦那没事了 正常的 这个事情啊 简直他爱扯淡了 塔斯廷甚至还不是洛杉矶 他的治安环境 要比洛杉矶好得多 一直都是奥兰治县 当地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他距离拜登所在的地方 最远只有80公里 要不特刑局考虑一下 雇佣那个劫匪来当总统的贴身保镖好了 三 什么世界霸主 我看不过是国际归农罢了 看完这些美国网民对加州治安环境的吐槽 我就不由的想起了去年在旧金山举行的iPad峰会 为了迎接从中国远道而来的贵宾 加州州政府和旧金山市政府在当时可没少下力气 不光把整个城市的卫生面貌 食到的焕然一新 而且还把之前一直游荡在旧金山大街小巷上的流浪汉 引君子给集中到了安置典里 此举使得旧金山的势容势貌和治安环境一度 变得十分疑郁 甚至就连很多在当地住了很多年的老旧金山人 都不禁发出感慨 这简直都不像是他们认识的那个旧金山 反倒更像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国际性大都会 又或者用我当初的话来说 是一座配得上美国流动红旗的文明城市 结果现在一晃眼十个月过去了 还是在加州还是高级镇要到访 去年十月份还曾一度光彩照人的加州全然不见踪影 加州又变回了那个加州人自己早就见怪不怪的犯罪温床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中国贵宾一来访加州的大环境就变好了 美国总统人一到 加州的大环境就变坏了 为什么劫匪们不敢动中南海保镖一根头发 却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偷特勤局特工的包 而且还在世纪败露之后掏出枪来跟对方激情护射目 我左思右想最后终于琢磨出了一个结论 大概是因为这加州的劫匪还算有盈有诛吧 知道柿子要挑软的捏 饭总是要吃的呀 北京的领导惹不起 那就只好让华盛顿的高官破费破费了呗 很多美国人也就是懒得说 但我觉得明眼人应该都能看出来 现在美国的这个社会环境啊 其实已经悄然进入了一个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末法时代 在这个末法时代美国政府的权威完全是处于一个缓慢崩快的状态 特勤局特工不是一般人 而是保护美国总统的人 连这样的人走在大街上都能被持枪匪徒截道 这种事情要是换在我们这儿 你敢想象从省一级到街道办一路到底是肯定 完了可能还要开展全国范围内的扫黑除恶整治运动 但是美国毕竟不是中国 所以我们中国人早就习以为常的东洋景 美国人在美国是看不到的 危急时刻要替拜登党子弹的贴身安保人员被人抢了 还让人给开枪射了 从塔斯汀警方到特勤局官方 所有人都只是当个屁放了就拉倒 我有时真是不得不佩服美国政府的低权威优势 这当缩头巫尾的忍耐力真不是盖的 我有一种感觉 十分强烈的感觉 无论华盛顿那帮反华政客 他们现在的那张破嘴有多硬 我想他们的心里是相当清楚的 在当今国际社会的暗黑森林体系中 那个贝杰特警局特工的处境 其实就是美国现在的处境 每遇上事的时候就穿西装打领带 戴着一副蛤蟆镜 装出人五人六的派头 嚣张跋扈 好像谁也不敢惹他 可真要碰到事了 哪怕只是一个不知名的小小匪徒 但凡他手里握着把枪 说给这特工劫了 也就给这特工劫了 你敢还手 我就敢开枪射你 抢了就走 你也不能把我怎么着 最多就是报个警 回头再给局里写份报告书 这事就当过去了 就这 就这 这就是你们美国理解的 为天下主吗 你们当这是 当公务员按时打卡上下班 就这你们 美国政府 还一整个自诩世界霸主呢 拉倒吧 什么世界霸主啊 我看叫国际闺奴还差不多 阿美啊 说真的 有空在国际上冲我们口嗨 想靠变精把我们变死 你们还不如都把心思 用在整顿国内事务上 别再自欺欺人了 你们所谓的那套基于规则的秩序 根本就连美国国内的劫匪都压不住 你们居然还妄想 用它来吓唬 包括我们中国在内的广大 南方国家收赔了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